北京时间5月9日 NBA季后赛继续集战 在雄鹿主场对阵绿山军的比赛中 主队请取对手 总比分4比1 晋级东部决赛 这次实力也许标志至2013年夏天 送走加内特企 安杰的6年计划彻底宣告失败 这个系列赛对于欧文来说 是无比失败的 作为绿军的领袖 本赛季首次独自带队征战季后赛的欧文 最终仅仅送上了次轮的成绩单 要知道 上赛季在缺少海沃德和欧文的情况下 绿军还闯入了中部决赛 但本赛季结果却让人非常尴尬 不仅球队输球 欧文的个人表现也是非常低迷 除了在首战雄鹿赢球的比赛中 展现出了不错的效率之外 他在其余比赛中的表现都惨不忍睹 与直相对的是 绿军全队的效率也是持续走低 第二场和第三场输球的比赛 绿军分别投出了40%和43%的面中率 第四场比赛 他们更是仅仅投出了38%的面中率 本场比赛 他们的效率更是进一步下降 对于绿军来说 这个系列赛的失败 极有可能拥起球队的动荡 本赛季 绿军凑齐了欧文 霍夫德 海沃德以及双糖花的阵容 是在冲击总冠军 然而 无论是在常规赛时期后赛 他们的表现都让人非常失望 欧文本赛季的合同即将到期 在本场比赛的8分40秒 他被换下之时 很多人都预测 这是否会是他在绿军的最后一场比赛 目前 欧文和尼克斯的传闻传得愈演愈烈 加上绿军本赛季增加了欧文之后 战绩反而走低 无论是从管理层 还是从他个人来说 离开似乎都是更好的选择 不仅是欧文的问题 绿军这边 海沃德的状态 同样让球队非常头疼 因为安吉非常看重的缝线球员 在井里打伤之后 竟然无法回归巅峰了 对于他的大合同 绿军该如何处理 这是未来几年 摆在安吉面前的难题 双淡花布朗和塔图姆 面临续约和即将续约的问题 罗奇尔斯马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曾经作用多个选秀拳的绿军 刹那间成为了濒临解体的球队 安吉近些年的操作 无疑是失败的 尽管他网入了多个选秀拳和高位行秀 但最终换来的 也不过是一次冬决的经历而已